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所以我们也没麻烦您呀 我已经跟我们没说了 他找了个城里的律师来帮助我们 这律师 这谁要打官司啊 这事怎么没谈拢呢 那那 善唐不是答应给你们赔款了吗 这 怎么又谈崩了 我们也没准备要他的钱 就是觉得这事太委屈了 你说他那态度也太欺负人了 就好像替人理所当然似的 善唐这个人啊 就是这点麻烦不好 他对传家也是 伸手就打 抬腿就踹 不一定就是针对请来的 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知道书记不是故意的 那也不能说这踹一下 就是对的吧 那提人肯定不对 那就因为这个事谈崩了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那六万块钱 后来我公公也去找他了 也没个结果 是这样啊 那 那 那我就没啥办法了 这事也不归我管哪 所以我们也没麻烦您啊 我已经跟我们说了 他找了个城里的律师 来帮助我们 这律师 这是要打官司啊 这也没办法呀 这不是闹僵了吗 非说协议签了 其他一概不管 六万块钱啊 我们哪儿赔得起啊 是是是 别说六万块钱哪 就是六百块钱 那也得把友德心疼死 不过啊 这打官司毕竟不是好事啊 是不是啊 这都是相礼相亲的 你们俩就没再找万书记再说说了 你们都是年轻人 晚辈 这你跟他说两句好话啊 再诉诉苦衷 这没准 这问题就解决了 是吧 打什么官司啊 是 是是是 其实那个 万书记有事呢 他也挺讲理的 你这人可真是欠答呀你 李叔 那要照你这么说 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那他提认他也有理了 我们也没做错事 那律师都说了 那合同里写着呢 承包期内不能随便证人家地 反正我们大胖还没拆呢 那就算是要谈判 他们也是应该来找我们 法律文书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那实在不行 就听法院的 说了我们也认 行行行 你们都厉害 我这张老脸不值钱 要不 再给我个机会 我 我去找万书记聊聊 看看能不能把你们这个事说合了 怎么样 其实我爹呢也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那个面子薄 就让那个传家媳妇说了几句 就不愿意再出头了 你觉得呢幸福啊 我觉得凡事都得讲个理 不能欺负人 谢谢大家